看的是在疫情之后 全世界的市场有很多的火热 但面临同样的问题 观光 餐饮 旅游 还有房地产市场就是缺工 有顾客 有市场 但是服务的 工作的人不够 中国现在也很头痛 中国大陆下调了贷款利率 又放宽了限购政策 就是希望房市活络 果然房市圆越回温了 那么造成了早期买房子的消费者 打算趁低利率提前还清房贷 恐怕会造成银行的压力 那么中国大陆的银保监 监惠因此发出了一个通知 要各银行做好准备 加强风险的警示 另外就是我们提到的 缺工的问题现在越来越尖锐 北京已经有参与业者 他的时薪调高了一倍 但是完全找不到人上工 严格防疫了三年 让导游都转行了 所以现在旅游业要培育新人 如果是一个可以处理状况的首手 至少要两年 暴增的旅游潮 现在有很多地方都找不到导游 用餐时间到 就架开在北京商圈里的面店 座位几乎满座 大陆防疫捷径后 餐饮业率先复苏 顾客归流明显 现在我们进化呢 之前的两倍到三倍左右 所有的原材料一样 包括我们现在的饭台率 现在我们饭台率 之前的都两到三倍 陈一倍增 店里的人手忙不过来 有些餐厅还想趁势拓展分店 缺工问题附上台面 我现在是在北京的家商场里 看到了这样一个招聘牌 这个上面呢 餐饮美食业专门有一篮 这个下面我看有二十多家的餐饮店 正在招人 几乎每家餐厅门外 都立着招聘讯息告示牌 但员工有多难找 有餐厅老板表示 即使时薪炸到近一倍 仍然没人应征 旅游业也面临以后缺工断层现象 其实单缺带游客逛北京 就为拥有大陆文旅部门认证的金牌导游 窦俊杰表示 严格防疫三年 不少同业已经转行 培训心血上工 最少要两年时间 即使在疫情之前 这个量也是不够的 那何况我们现在还有大量的人员转岗 所以在未来可能一年啊 如果我们这个旅游恢复成这个态势的话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缺口 能力不足可能成为复苏的一大半小时 香港近日有旅行社 接待了一批三千人的陆客商务团 原本形成规划要过夜 不过因为接待能力不足 忍痛变成当天来回 参加完一个活动 一个会议就结束了 毕竟来回机票三四千 然后来到香港 肯定是希望能够在香港澳门 旅游三天到五天的时间 接待能力不足 原因之一是再送旅客的巴士不够 巴士停摆三年 不仅车子要维修保养 驾驶也没完全回归 至少欠缺两到四成 香港最新公布失业率为3.4% 是三年以来最低位 有学者称这数据达到全民就业 分析认为以后复苏各行业积极招聘 但也有专家表示这跟香港先起的移民潮有关系 复苏出现人力荒 在大陆房市方面 除了最新一月公布70成 新房价格只跌回升 价格环比上涨成是有36个 也带热二手房交易 上海二手房价格环比增长0.4% 又负转正 这波房市回温 主要因素和大陆约30个城市 下调贷款利率有关 房贷下降激励房市 也引发购房者提前还贷潮 大家都想提前贷 所以人又多 现在一月份月份都排到五月份 由于前期购房者 房贷利率较高 趁着低房贷还清 对银行来说不见得乐意 中国银保监会还因此下发通知 要求各银行做好客户 提前还款准备 加强风险警示 大陆要想解决房市问题 沾浅顾后 问题不少 TBBS新闻综合报道